外交部委托包商所制作的国庆庆祝的影片 里面竟然把我们台湾第一高峰 也就是护国神山玉山的影像 错用了瑞士的山 那这是一个不能接受的错误 不能接受的错误 不能接受的错误 外交部委托包商所制作的国庆庆祝的影片 里面竟然把我们台湾第一高峰 也就是护国神山玉山的影像 错用了瑞士的山 那这是一个不能接受的错误 虽然还好 已经发现并要求外包商立即修正 但是外交部代表的是我们国家的门面 制作的影像也是代表我们国家向外宣传 犯下这种不应该犯的错 外交部应该确确实实的检讨 内部的集合制度 也就是外包商做好的成品送进外交部之后 怎么样审查 什么样审核 才不会犯下这一种不应该犯的廉价错误